而日本方面也希望重新打到自己 成为晶片强国 日本政府投资了670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 比如说台积电它的R&D 今年是55亿美元 日本是670亿美元 日本政府投资 许多人到台积电的雄门厂 在昨天2月24号的时候落成 不过台积电在当地雄门厂 主要的是成熟的 也就是24nm左右的晶片 日本现在投资的主要 除了在雄门当地之外 最重要是在北海道 要把这个农业线打造成 一个晶片的基地 而他们将生产的是2奈米 2奈米 也就是完全先进制成的晶片 全世界开始进行半导体大战 台湾不会再有一直独秀的一个优势